说的基本上都不是事实 519的客人他半夜两点 看错了房门都收了两次密码 但是根本没有进去 但是其实门也不可能 因为密码我们每天都会更换的 而且警察现在都结案了 他说我们这边就不用给他退款 现在也打算是一样去告财令 然后监控也没有显示进去 然后也没有显示那个男的 有说敲打什么的根本就没有 为什么我们嘲笑他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本来就是他说的部分 发大及词的部分太多了